卓仔呢? 車子就擺放在地上 找人就打083 我們說話有幾條口 你搏我? 什麼? 你搏我? 什麼? 你搏我嗎? 你搏我嗎? 你走馬路中心,我不搏你嗎? 我在這裡做事,你搏誰啊? 那是怎樣? 我發出片,你這麼喜歡,你搏我做什麼? 你搏我嗎? 那電單車司機響安對不對? 商場工作人員的反應又是否過激就見人見智? 但是本來這件這麼小的事 在幾個保安來到之後又有另一個發展? 我有沒有做錯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錯事? 是他咬我,我不說 我問你現在想怎樣? 你是不是想報警? 我問你一件事,你要先報警,你報吧 請報 我報什麼警? 我去拿東西而已 我不是跟我爬吧 不是跟我爬吧 那你還要搞事嗎? 爬什麼? 你爬什麼? 爬什麼? 你是不是全部報? 你隨便,隨便 事發上個禮拜六,一個男人開著電單車 打算去大圍商場圍方的停車場 之後就發生上面這一幕 你是不是報警?你報吧 爬什麼? 你報吧 什麼叫你爬啊? 爬啊?不懂爬?想爬? 爬咯 不懂爬就爬咯 你搞事我就搞事 條片到這裡就完 不知道最後是怎麼解決 但是件事就引來大批網民討論 不少人不滿保安的言論 揚言要霸去圍方 而經營圍方的港鐵 星期日回覆我們 說已經完成調查 並且已經暫停兩名相關職員 在這個商場的所有職務 同時提醒前線員工要遵從工作手增 並且加強相關培訓 嗯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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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天線員工 sharing 對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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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